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号那个贴图啊 那首先是这样子 我找我用一张这样子一个素材 那就iphone 我就真的直接打iphone 就用这张吧 然后这样子 那这个图可能就是对这样子 呃 然后这样吧 差不多啊 然后就我把 我把这个给 对 把这个给删掉 对就这张图 我把它 哎 稍微放大一下 可以吧 大概大概这样子吧哈 然后然后再下来 我觉得这张图的一个面 他不够 哪个 我想换一个哪个 就是说 屏幕上去就换一个界面 那这一次这个 他这个的话是一个 我可能是想换一个 我随便找一个 我可能 我想换现在这个啊 就换这个吧 可以吧 我就想换这个 那这样子 我们先把这个给抠上来啊 但是我们copy的这个是什么 他是个平的 对吧 你们能看得到 好 那这时候 我们先还是一样 把这个pinscreen把它copy下来以后 对吧 我们control加追 然后把这个先给抠出来 然后把那个本来的图给删掉 然后到时候 我们有一个什么 正面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说一个 我们现在的一个底图嘛 那怎么去做了 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 那怎么样去那个了 首先这样子 我们control加T control加T以后 对 哎 你会发现 对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鼠标挪到四个角 你会发现 对 他变成 你看我鼠标就变了 就这个就可以旋转 那旋转的时候 那我们放大就可以了 能了 能懂吧 那然后现在发现 哎 放大好像 那一个 你会发现这两条线 你看我 我现在好像呃 怎么讲呢 对斜线 就说呃 不是很平行 对吧 那怎么办 这个图片的范围内 右键sql 然后这样子 对 我们可以单角落 然后这个 他是说一个怎么说 透视去 他是完全就是依赖于你一个透视 就是说 根据你的两点 就是说一个透视感 就是说你透视是怎么样 他会怎么样 你看 只要你透视感 ok的话 他就不会有错 你看 哎 看现在这样 我是不是把这个图也贴上去 像有些比如说药物什么的 呃 或者别的 但是你会发现 像我们在control提一下 哎 你发现 对 这框框正方形了 对 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 你们调整的时候 刚刚你看四条边是圆的这张图 因为本身是正面的 所以sql的时候他会圆的这样子 但现在 现在我们定型了 他还是一个方形 能懂吧 就说每次调整 一定要一口气去调整完 那我们点下enter 这样子就完成了 然后呢 这样子 再control下T 你会发现 有时候有些是有纹利的 曲面的 怎么办 像这 那我们点要用这个 哇 你会发现 对 他是可以扭曲的 那就说通常有些东西 比如说像衣服 你想贴个图 那就用到这个功能 去把扭曲的给贴上去 那这个再玩 你们可以 你们自己再详细的玩 然后再下来了 这样子一张图 我们贴完了 那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美化 这样子 是不是很简单 就变形 其实变形真的挺简单的 那我们可能这样子 那这个是惯性操作 那可能是说有时候特别哪些人做电影产品做比较多的啊 就或者做那个什么 就是说做电商的 对 你们肯定很重的 比较多的一个功能 肯定就这个 那你看我边选区复制一个新的图层 按下G什么渐变吗 记得吧 前面交过的 哎 你看 弄个亮面 哎 你看 这样子 然后再把这个改成50% 哎 你看 这个就完成了 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亮面 就这样子做啊 就这样子 好 那这些课就强到这里 是不是很简单 其实通常贴图的话 不管是正面曲面 就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反正这个方法够你用在很多的情 很多情况上都能用得到 对 好 那一个下次见 好的 我可以说OK Without你 最后 stray电影的这个方法 DON'T靠 我的妈妈 Pues ridiculous 我的妈妈 你可以帮他帮人抚一和 bullets了 谢谢哈哈哈